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静轩点股静轩 今天上午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 在QQ上私信我问到了002131利欧股份这样一只股票 说现在持有的这一只股票 那么我们也是知道利欧股份呢 现在是一只热点的股票 我们也是知道在昨天晚上有多家公司 披露了高送短的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利欧股份呢也是在其中的 米定了每十股送25股派送0.37元 这样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那么今天静轩就受众多粉丝的邀请 前来录制一期002131利欧股份的购股讲解视频 那么在讲解之前呢 可能有很多新来的股民朋友们 还不知道我是谁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本人呢是静轩 之前也是给各位股民朋友 一直追随着静轩点股的粉丝朋友们 讲过非常多的牛股 那么比方说我们最早期 讲了三江购物这样的股票 可以看到涨幅是达到了131个点 那么再到之后我们所讲的上风水泥 这样的股票涨幅也是达到了105个点 那么再到之后所讲的上海凤华这样的股票 涨幅也是达到了80个点 那么静轩所讲的股票 哪一只涨幅不是在80个点以上呢 相信一直追随和关注着静轩的粉丝朋友们 现在也是收获了非常多的利润了 那么再到近期我们所讲的南京港 这样一只股票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之前一波涨幅的拉涨 上涨了55个点 那么在12月21号这一天 可能有的股民朋友就按捺不住了 觉得是不是应该出了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 之后两天是迎来一个短线调整 可能这些股民朋友更是按捺不住了 那么我们也是知道 它并没有能够跌破到主力成本线之下 并且呢主力资金也是持续的在介入的 那么这一只股票 在下跌的同时资金还是在入场 那么说明之后市比还是会大涨 那么我们是看到之后接连 涨停了两天 那么再到竞选 最近所讲的连海股份 连海股份这只股票呢 是竞选在12月16号去发文讲解的 那么在竞选讲过之后呢 涨幅也是高达50个点 那么可能有很多粉丝朋友要问了 竞选老师你究竟为何会在12月16号 去讲到连海股份这只股票呢 那么呢竞选也是提前注意到了 在12月14号这一天出现了一个紫色线 上穿黄色线的金叉买入信号 那么说明这里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在这里买是绝对不会错的 相信看了竞选的文章的朋友们 也是及时操作和布局了连海股份 这样一只股票 现在及时发布到50个点的利润 差不多34个点 也是稳稳的收入盲中了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手中有十万费难资金 你在关注了竞选点股的公众号之后 看了竞选的文章 及时的去操作和布局了连海股份 这样的牛股 那么现在收益也已经是5万块钱了 是非常可观的 相信大家看过竞选的视频之后 也是后悔没有早一点认识竞选了 那么像连海股份 这样的5只短线牛股 及其操作布局思路 也是已经发布在了竞选点股的 个人微信公众号里面 fzx6608竞选点股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一下 关注到竞选 那么 本周像连海股份 这样的5只短线牛股 及其操作布局思路 已经发布在了竞选的公众号里面 大家可以前来索取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要讲的002131 利欧股份 虽然说现在 利欧股份是有那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但是 在哪一个时机去介入购买 才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点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利欧股份这只股票呢 前期是一个 趋势向下的这样一个形态 虽然看起来并没有跌多少 但也是一直在围绕着主力成本线 17块3左右这样一个价位 来回的波动 小幅的下跌 那么也是可以看到近期 近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11月29号这一天 跌破了主力成本线 那么随后的反弹 我们也是知道反弹 如果不能突破到主力成本线之上的话 之后势必还是会创新低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是创了之前的新低 那么反弹创新低 反弹没有能够突破 创新低 那么在这一天出现了一根较长的下氧线 那么意味着什么 下氧线是股票中一个 弱势准备强势的这样一个信号 那么我也是看到之后的反弹 突破到了主力成本线之上 一般上涨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呢 也是已经跌了三个点了 那么拿着002131利欧股份的股民朋友们 可能也是非常想要知道 这一只股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竞选要说的就是 要密切关注 最近的这一次调整 如果本次调整 没有能够跌破到主力成本线之下 并且 站稳其位成功的话 说明之后趋势还是向上的 那么如果一旦跌破到了主力成本线之下 并且趋势向下的话 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 大家需要密切的关注了 那么想要知道002131利欧股份 这一只股票之后具体的一个趋势和走向 可以加一下竞选点股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那么对于股票 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 比方说趋势判断不好 买卖点好和不好 或者说股票被深套了 想要解套 也是可以来加一下竞选的 那么像离开股份这样的 五只短线牛股 及其操作布局思路 也是已经发布在了竞选点股的 个人微信公众号里面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起来索取 如果竞选能够帮助大家 是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那么竞选并不是在给各位股民朋友 推荐股票 竞选只是把竞选看好的股票 分享给一直关注着竞选点股的 粉丝朋友们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本次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